HELLO TICKBALL的讀者們大家好 我們現在人在北京的水地方 現在呢就是VIVO X100的發表會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準備進入發表會的這個現場 然後現在北京大概是3度左右 那我們來看看這次VIVO會帶來什麼樣的新旗見吧 好那我們現在人呢就在VIVO發表會的現場呢 那今天預計呢會有兩台手機登場 一台是X100 Pro 以及一台是X100 那有哪一些重點特色呢我們就繼續進去囉 在我手上的呢就是最新的X100 Pro啦 那先簡單的介紹一下外盒好了 這次的VIVO呢因為有延續跟蔡司的合作 所以呢在這個包裝上面一樣有蔡司的標誌 然後看到這麼一大個盒子就知道 它裡面的這個內容物非常的齊全 除了手機之外啊 包含了這個充電器然後充電線以及保護殼呢全部都是有的 而且這個充電器啊是120W的充電器 所以這次的快充速度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接下來來介紹手機本體 這一次呢VIVO X100 Pro總共有四款顏色 那我們手上介到的是藍色款式 那藍色款式就是呼應它這一次的設計主題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Pro款啊 它是鏡頭框採用上薄下寬的這種 好像下弦樂般的這種設計 然後非Pro款呢則是會變成左窄右寬 區隔出這種下弦樂跟左弦樂、右弦樂 反正就是側邊不同造型的弦樂的這個感覺 那底下的這個線條啊就像是星星拍出星軌的這種造型的感覺 那正面呢它採用的是2.5D的曲面的玻璃 那螢幕亮度呢因為換上了新的螢幕感光材料 所以它的亮度現在最高可以到達3000nits 那我們在戶外實測的時候真的是非常有感 就即使是大太陽下 那螢幕裡面的所有內容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這次Vivo X100 Pro啊它的一大特色就是它的鏡頭模組有了不小的改變 它的主鏡頭呢維持跟前一代一樣的一瞬感光元件 然後超廣角的鏡頭呢則是提升到了5000萬畫素 但長焦鏡頭呢則是有了算是大躍進吧 長焦鏡頭的畫素呢是5000萬畫素 不過它這一次呢採用的是浮動對焦的鏡組 那號稱可以讓這個對焦更準確 而且呈現的色彩更精準 而且它還導入了蔡絲APO技術 那什麼是APO技術呢? 它其實是一種 相機鏡頭的這個裡面鏡片的排列方式 那透過這個APO特殊的排列方式呢 它可以消除像是拍攝的時候常有的紙邊啊 或者說色彩不夠準確的狀況 那應用在長焦上面呢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讓遠處拍得更清晰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有一系列的望遠實測 來告訴大家這次的長焦鏡頭表現到底怎麼樣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帶著X-Site Pro 然後到故宮裡面來實測看看這次搭載的三鏡頭 特別是長焦鏡頭到底有哪些眼鏡 那接下來的影片片段啊 如果就是有錄影的話呢 全部都會是用X-Site Pro拍攝的 那包含現在的這個片段也是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那在故宮裡面拍攝啊 我自己覺得最好拍的呢 那在故宮裡面拍攝啊 使用它的長焦鏡頭也就是等下焦距100M的這顆鏡頭拍攝 因為故宮其實它的建築要嘛就很大吧 然後要嘛就是這個建築物是層層疊疊疊的疊在一起 所以使用100倍的這個呢 剛好它的壓縮感可以把這個建築的線條拍得好看 然後同時就可以創造出這些建築群 然後很多在一起這種壯碩的感覺 我覺得我自己還蠻喜歡這樣拍起來的效果的 那如果說你在拍攝建築物 然後想要讓它有比較垂直水平的這種比較好的效果 又不想要修圖的話呢 記得可以從設定裡面 然後就開啟拍攝建築物的選項 那在拍攝的時候它就會自動幫你校正這個水平跟垂直的這個曲線 然後拍起來的效果會更好 這一次在相機的功能裡面啊 人像模式除了保留原本的不同的菜絲的人像濾鏡之外呢 它也加入了大絲鏡頭組合包 就有點類似小米那樣子的概念 它幫你預設好了 例如說24mm的膠段搭配上什麼樣的散景效果 50mm的膠段搭配上什麼樣的散景效果 以及85跟100各自有對應的散景效果 那你在拍到的時候呢 只要一鍵點選這些大絲濾鏡 那你就可以直接套用這些效果來拍攝 取得還蠻成功的人像照片 我們拍攝的集組提供給大家參考看看 那現在最後一個場景呢 我們就是要來拍攝旋日 其實正確來說它不是旋日 是這一次Vior X100 Pro呢 它可以在日出跟日落這種太陽 有特殊色溫的時候呢 去調整太陽在照片裡面的感覺 把太陽稍微變大一點 然後做變得更清晰一點 讓整張照片呈現更有氛圍的這種感覺 那官方建議的拍攝焦段呢 是你把焦段調整到10至20倍變焦之間 但因為我們現在距離 我們覺得海邊距離夕陽很近 那我們等一下就看 實際看看怎麼操作呢 再跟大家分享產品囉 這一次除了在拍照方面有升級之外呢 錄影方面現在也多了電影級的人像模式 也就是你在錄影的時候 它可以讓你的人變清晰 然後背景變得模糊 那在發表會現場呢 它也準備了兩位Model 那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實際螢幕錄影的畫面 在前後這兩位Model切換的過程中 這個散景的過度是很自然的 那雖然說在法師這些細節處理上面 可能還有一些進步的空間 但以手機來說 能有這樣子的表現已經算還蠻不錯的 然後重點是它的這個電影級模式呢 你可以使用1080P錄影 還可以使用4K錄影 這個都可以從設定中自由切換 那在處理器方面呢 這一次Vivo X100系列呢 它是聯發科天玑9300首發的機種 也就是它裡面搭載的就是最新的 採用全大核設計的聯發科天玑9300處理器 那至於搭配的記憶體跟儲存空間 台灣會上市哪些版本 目前不知道 那等台灣有確定之後呢 我們提可幫會再有更多的更新 那電池呢 這次則是換了新的藍芯技術的電池 那以Vivo X100 Pro它的續航力 現在跟前一代相比有明顯的提升 電池的容量也提高到了5400mAh 那重點是提高了大電池 但整體也還是維持了相當輕薄的機身設計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在 Vivo北京發表會的一些實際體驗內容 那因為體驗的所有的拍攝啊 跟錄影啊 都是使用中國版的手機 那台灣上市呢 可能還會有一些微調 那到時候就是會以台灣的版本為主 那總之 這次我們的分享就到這邊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字幕志 проблемы 小人 proteins 幾 눈 小人 包